蜡蜡 哈囉大家好 我是辣媽Sernaya 那最近因為氣溫越來越高 有一些朋友提到說 好像這樣的溫度有影響到 整個麵團的一個發酵 那最近的溫度啊 像我家大概就是現在這樣 將將 29度左右 所以其實就已經是夏天的溫度了 那可是坦白說 就我之前做麵包的一些經驗來說的話 其實這個溫度 反而還可以縮短整個麵團發酵的時間 那我之前也看了一本書裡面 這本書還不錯喔 很推薦給大家 那這本書裡面它有提到說 最適合麵團發酵的溫度 大概介於25度到35度中間 所以其實現在做麵包還OK的 那我今天呢 就來簡單的分享一下 怎麼樣用很簡單的方法 然後用麵包機 可以做出幾乎是零失敗的吐司 那這個方法也還蠻簡單的喔 就是 它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優點 第一個 它不需要將麵包盆 或者其他的 就是器具做任何降溫的動作 然後第二個呢 它非常節省時間 它只要兩個鐘頭 又45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把一條一斤的吐司 做到該有的高度 而且也夠柔軟 也還蠻好吃的 所以現在就開始簡單的分享囉 好 料全部都投好之後呢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可以進麵包機直接設定 我大概設定的是14 然後就啟動 那一個小時的時間就到了 那麵包麵團大概發酵到這麼高的一個高度 所以呢我們就撒一些些手粉 那手粉都是要用高筋麵粉 這個撒在台子上面 然後手自己也沾一點點手粉 這樣比較方便把麵包的麵團拿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拿出來囉 拿出來的時候順便把攪拌棒也拿出來 那拿出來之後呢 我們放在台子上 然後用一個刮板 輕輕的把它刮一下 好 放在這邊之後呢 因為經過第一次發酵之後 它都會有一些空氣 所以我們就簡單的拍幾下 把空氣拍出來 其實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說再拍更多的空氣式上 就是再拍個一兩下 這樣也可以 好那我們再拿一個刮板 稍微的把它麵團弄得越來越像個圓形 好 最主要就是把下面的收口要收好一點 所以我們用這樣一個手勢 將麵團這樣子推 然後再轉90度 用一樣的手勢 再這樣子推 再稍微長一下 把它弄成一個圓形 讓它表面變得比較光滑 記得就是盡量的讓它表面光滑 然後底部可以收緊一點 底部大概其實大概長這樣就可以了 好有沒有看到表面還蠻光滑的 如果覺得還是不放心 如果覺得還是不放心 可以再輕輕拍個一兩下 把空氣拍出來 好我們這時候麵包盆來囉 已經把攪拌棒取出來了 然後再再度的把它放回去 記得底部是朝下 光滑麵朝上 好那就這樣子囉 我們可以再把它放回麵包盆 那現在的溫度來說的話 其實不需要啟動它的發酵功能 因為其實它的發酵的溫度 已經跟室溫差不多了 好那我們就放回麵包盆 那就再補充一下 就是讓麵團它表面呈現一個光滑 一個圓弧的狀態 其實這樣是有利於麵團發酵 因為在麵團它有一些表面的一些張力 然後這樣子對整個就是發酵的狀況會比較好 當它有一些張力的時候它會發酵的更好 那我們就放回麵包機囉 現在已經是60分鐘的時間已經到了 那發到這個高度其實已經算還不錯了 已經可以直接烤 分鐘後我們再來看成果吧 將麵包機 麵包烤好囉 要不要看一下它的高度 其實還算還不錯啊 這發60分鐘大概是高度是這樣子 怎麼麵包還不錯 所以我們現在麵包好了 就趕快趁熱趕快把它倒口出來 記得要戴個熱手套 有兩下 OK喔 然後一出來的時候 記得它馬上 讓它再力震回去 這樣子麵包 才不會就是 因為倒的方向不對 而整個彈軟 那就是這樣囉 其實還不錯喔 可以360度看一下 這個 記得喔 放涼的時候 一定要放在這種網架上面 讓它就是四麵包方 連下面都可以 就可以通工可以透氣 這樣子就是 麵包這樣子的話 它濕氣才不會沒有辦法散去 然後整個讓麵包受炒 會影響它的口感 那麵包還不錯喔 我們就等到涼的時候 再來切吧 那麵包放涼囉 現在就要準備切囉 那請大家一定要拿出一把 瑞麗無比麵包的喔 好啦 那如果大家要切得很整齊的話 就記得 可以買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吐司切片器 來輔助你 因為它都有固定的大小 那你固定之後 切麵包就會比較整齊 可是如果你真的只是一般家用的話 其實我都還蠻隨性的 我就隨便自己大概目測 稍微切一下 那我會把它切成六等份 因為其實就六等份來講的話 其中每一份 剛好是一個人的一個早餐量 那你吃了之後 還在搭配其他的蛋白質 像是蛋啦 或是起司等等之類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切開看看囉 快燥快燥 看橫切麵還蠻漂亮的吧 這麵包還蠻軟的喔 你看非常有彈性 非常的柔軟 很好吃 所以啊這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其實真的不用三個鐘頭的時間 就可以完成一條 其實高度發的還不錯的一個吐司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真的還蠻簡單的 那最後最後再分享一下 那我會建議說 吐司啊就是吃多少的時候切多少 那不要說全部都切了之後再放在那邊 因為我們自己做的吐司 並沒有放其他的就是乳化劑或是改良劑 所以他真的會比較容易乾 那這個時候呢 記得 吐司的保存方法是真的涼了之後呢 你摸一摸其實沒有餘溫的時候 要馬上的 蒸到袋子裡面 記得不要 不要一次全部都切完喔 因為如果你沒有馬上吃的話 好 這樣放進去 要封好喔 所以我除了 轉轉轉之外 空氣稍微把它弄出來 我會建議用一個封口夾 把它封起來 好 這個在IKEA買的超便宜的 去自己塊就好幾條 好 就這樣子 那麵包就整個完成囉 有需要吃的時候 就去切 謝謝囉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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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